早前有看過小米手環4 功能是比較大眾化一點 如果你是進階的運動好手 需要更全面的運動數據 這隻Sunto 5 又值不值得買呢? Sunto這個品牌 我想不是所有人都聽過 它其實是一家來自芬蘭的品牌 它們製造的智能手錶 不像Apple Watch那樣大眾化 Sunto的手錶是一些很大、很硬 很specialized在運動方面的智能手錶 這隻Sunto 5 算是在整條Sport Watch Pro Lite的中間位置 就是將這個最旗艦、最頂級的Sunto Lite的特點和功能 帶到這隻比較便宜的Sunto 5 身上 這隻Sunto 5 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用Apple Watch或者Forsal Android Wear的標準去看 它一定是沒有這麼精美的 但是Sunto這個品牌是一個戶外運動的品牌 它根本不是走一個精品的路線 不是走一個名貴的路線 它是走一個硬正的路線 如果你轉個角度來看 其實它的樣子又不是很差 特別是如果你選擇我手上這隻銅色的錶身的話 就沒那麼古板、沒那麼悶、沒那麼像運動錶的觀感 而且Sunto 5 比Sunto 9 比較小 所以如果女士戴掛都相對地比較容易 carry 最少比起Sunto 9 是大得有些過分的 錶帶都是用運動手錶常用的直膠錶帶 舒不舒服就真的很見仁見智 我就戴不關這些錶的 所以我覺得有點不舒服的 不過好就好在它的錶帶有很多較鬆緊的洞洞 可以因應你手腕的粗幼 就調到最理想的鬆緊度 這樣東西是OK的 屏幕是一塊218x218的彩色圓形屏幕 這塊屏幕坦白說是有點小 就算是以運動手錶標準來說也是有點小 所以它在錶面上Display的資料是很迫下的 很多時候你都要按上按下才看完整版的資料 還有當你出去跑一步動的時候 螢幕這麼小 其實都頗難看到它的數據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它的Backlight不夠光 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之下都會因為它反光 又或者太陽太慢 Overpower了螢幕而看不清楚螢幕 錶面的Style只有8個給大家選擇 是不能給你下載第三方的錶面 而這些錶面的設計就... 我覺得不是特別太討好 還有它的個人化的設定就只讓你選擇幾個不同顏色就算了 另外講講Push Notification 方面 你是可以在錶面上看到 Notification WhatsApp、Calendar、Reminder等都可以看到 中文字大家都很關心 看不到中文字是看到中文字的 不過一些本土的廣東話字 例如Gay、Lay那些 就變成這樣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也不知道這個怎麼讀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就在下面留言吧 還有通知那裡有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用Android還是WhatsApp的問題 就是當我有微讀WhatsApp的時候 例如我有10個微讀WhatsApp 當有第11個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震回之前的10個出來 是挺煩的 那講返回運動相關的功能 這個Sunto5的心跳監測光學Sensor 就是一個3LED一頁Receiver的組合 可以提供24小時的心跳監測 它內置是有GPS的 那就不用只靠手機的GPS 都可以track到你的路徑 還有看地圖它的GPS tracking是幾準的 我在街上左右專插 其實它都有記錄到的 在運動監測方面 錶預設有6種不同的Sport Mode 給你用的 作為一個新手的用家 我覺得這6種已經足夠了 不過如果你想記錄不同種類的運動 又或者是很Specific 想在錶面看到某些數據的話 其實在App可以自訂 做完運動回來的數據 都是很豐富的 在App看已經成3頁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就是 它會預測你需要多少復原時間 其他功能 例如受壓程度 精神狀態 睡眠監測這些 不詳細說 因為其實都頗直接 我覺得對於我這些 平時不是怎樣做運動伸手 有一個功能是特別有用的 就是它有一個個人化的 7日training plan 給你跟進 它會根據你平時的運動量 和你的目標 去制定一個合適的training plan 你看到 我是什麼都沒有 即是代表我今個禮拜 什麼都沒有做 唉 我也不想的 電量方面 官方就claim在training mode的時候 可以用到40個小時 而如果不太做運動 就這樣用watch ball 就可以用到14天 如果正常的 用心跳監測 可以肯定跟大家說 沒有14天 我就5-6日充一次電 充電方面 就用類似鱷魚夾的東西 我想有更加好的充電方法 不如算吧 今次的Cuneo 5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你對這個BOMA的意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說下 還有有什麼產品推薦想評測 都可以在下面推薦一下 最後記得like share這條影片 subscribe on my channel 我是Anson 我們下次見